照片哪里取得,那影像处理当然需要素材 现在的数位相机,照相手机非常的普遍,都可以拍照片 那数位摄影机也可以,那如果是以前古老的老照片呢 那就必须使用扫描器来扫描,这样才能够清楚而且漂亮 好,所以我们来看看,像新型的手机有照相功能,对不对 那数位相机呢,也可以拍出高频的效果 那扫描器,小时候的旧照片,书本的读汉,如果要让它很清晰 就必须透过扫描器来运作,来帮忙 那数位摄影机,我们英文又简称DV,它可以拍摄 影片也可以拍摄照片,那网机网络,比如说要搜寻熊猫的照片 很轻松就可以找到一堆熊猫照片,当然要注意智慧产权 那在光碟图库可以购买专业的光碟图库来使用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,PhotonPack的软件安装起来 在这个资料夹C巢,城市集,Korea,有利PhotonPack X3的Samples 就一些范例的图形档 那光碟,原版光碟图库里面有图形档都可以来做使用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素材